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他的描述呢 是遇到了恶灵 想求一道福 听故事同学都知道啊 老宋是不会用福奏这种手段的 福奏好不好呢 你不能说它绝对不好 也不能说它就绝对完美 可以理解为中性 关键看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人来用 什么情况下使用 用对了那是大提大力 用错了那可能就答应过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法师叫解邪福 就是把这个人今生或者前生 曾经呢 自己或者委托人使用过福奏 这些福奏呢 压制了他很多的冤情在主 我们用来解 解掉这道福 并且给这些冤情在主 并且给这些冤情在主一个去处 对一个和四老 把这段前世的厄缘化解掉 我们俗称为解邪福 这个福真是写的吗 无未必 真正的民间法派里边 很多都有福奏 咒无正邪 就是看你使用的人 用对了没有 仅此而已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老宋在平时呢 很少用福奏 很少用不代表 在一些特定状况下 没有灵性干扰的状况下 福奏用起来 还是得心应手 很好用的 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学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状态下有灵性 什么状态下没有 这位女士问 写灵的事情 老宋呢 第一件事情是想到 看是不是有必要 查一下写法 或者呢 附体 或者体外灵性 但结果 是什么都不能查 要不能查的那部分 老宋往往就很好奇 为什么不能查呢 是身上没有 还是 身上有 但是人家压根 还是不愿意化解 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人嘛 总有点好奇心 但不能查 不能查 老宋就简单问几个问题 对不对 我就问呢 你为什么要查这件事呢 难道身上有特别的感觉 你竟然是查邪灵 对吧 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拖这么久才查 多久呢 也就是说大学的时候 到现在 看样子呢 八年抗战的样子 大学毕业了 我估计有八年了 具体有没有 我们不去 找什么证据来证明 没必要 具体咋回事呢 他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下子 通过他的描述 老宋也是半信半信 真的可以这样吗 但通过请示菩萨 菩萨说 他的描述属实 也就是说 还真就这么回事 咋回事呢 听老宋呢 慢慢大家到来 电查室 自然我们会要到照片 这个女子呢 长相不难看 奇怪的就是 但是每段感情呢 总是无疾而终 是堕胎 是邪淫 还是其他干扰呢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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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猜猜 他这个感情 确实有点奇怪 为什么奇怪 就是说 今天 这个男子 对他还爱得死去活来 明天 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对他置之不理 这种 还真不是属于那种夜情 还真的就是 踏踏实实 搞对象 谈恋爱那种 变化也陪大了 没吵架 没生气 大家能想通吗 具体中间经历了 多少个男朋友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他在描述当中 重点说了两个 一个好像是高中 还是大学的男朋友 好像一个是 类似于 哎 线人 他这个头绪也没分清楚 老宋呢 也就是大概跟你描述一下 这个意思 据说呢 高中还是大学的 那个男朋友啊 对他挺好 两个人呢 关系也 也不赖 由于呢 受这个西方 这种观念的影响呢 谈恋爱很早啊 对不对啊 同居也很早 现在的小年轻人都这么 没有结婚 就为同居 既然同居 自然免被了一些亲密接触 这个男子呢 在亲密接触之后 睡着之后呢 怎么着 在梦里 就见到一个众生 威胁他 让他离开 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人公 一次如此 两次如此 三次五次还如此 这不得不让人心中起义 俗话说有在一在二 没在三在四 对不对啊 于是乎 他这个前男友啊 就找了一位高人 我估计呢 是那种类似于走音的 但是这个高人呢 不给女生看 只能给男生 只接待男士 于是他的前男友就这么着 自己去 请这位高人呢 把梦里边那个众生 请出来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才发现呢 梦中的那个灵性啊 是这个女子 前生的爱 我们不去管 这个女子前生是男是女 不重要 如果她前生是女 那她爱人自然是男 如果是前生是男 她爱人自然是女 有的同学说 哎呀 宋师兄啊 这个可真不一定的啦 现在好多同性练的啦 是啊 也有这种畸形的恋爱 也爱着时续活来 我们 暂时按正常的推理 好不好 我们 按正常的来 前世的爱人 对这个女子的爱 那是 刻骨铭心啊 那是在天愿做笔鸟 早在地愿做连礼子啊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是疯癌 我是啥 残残绵绵到天涯 啊 你今生做人 哎 他没有这个福报做人 他做鬼也跟着你 不舍呀 放不下呀 牵挂呀 沟通的结果上 他的前任男友 大吃一惊 估计也是这个情况 把前任男友吓跑了 因为那个灵性说 如果你再纠缠这个女子 我会让你 不得好死 梦中接二连三的出现 再加上现实当中的对应 不得不让人心有顾忌 休息啊 休息啊 后来呢 这个女主人公 又给我提到了一个线索 当然她这个故事很不连贯 老苏呢 只能给大家简单分享 好像大概的意思是 她也找了一些人 说送走了一个小孩 大家实际想想啊 第一次去的是什么渣啊 哎 第一次去的是她前世的爱人 她找了个法师 说送走了一个小孩 这个对应不对应啊 就不对应 这个小孩可能什么呀 可能就是她的堕胎啊 只是猜想 你去沿着 她认她不学佛 不修道 如果不是这件事 她还是个无神论者 所以她对这些了解甚少 你以为送走了这个小孩呢 可能就把灵性都送走了 那怎么可能啊 灵性干扰包含很多 比如说体外灵性干扰 还有腹体干扰 还有邪法干扰等等 你去除了一种 不代表全部去除 你只要没有拔了根 这个可能过程都要延续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这个腹体 或者这个邪法 你解了以后 也不是一劳永逸 对吧 你还了张三家的钱 不代表你就不欠李四的 这个能明白吧 你送走了张三 因为你前身吃了他 送走了李四 因为你前身害了他 送走了他家 你就没有害的了 没有 不会是没有吧 还有 还有王武 招六 机缘成熟 他一定会来报 这个机缘可能是几天后 也可能几个月后 也可能是几年后 甚至几十年后 甚至是来世 甚至是未来恩世 这个都不定 机缘 比较前点 这个故事当中 这个女子送走的 那个是怎么着 估计那时候是不对应 你身上有三个附体 有一个就不愿意化解 打个比方说 昨天呢 我们查了一件事情 有个男子身上 有一只蚂蚁王 这只蚁王啊 对此男子的仇恨非常之大 你看 又提到了蚂蚁 蚂蚁虽小仇恨之神啊 别以为一只蚂蚁 我们就可以轻易伤害 昨天又碰到一只蚂蚁 人家说来说去 就是不愿意化解 你就是白费口舌 最后呢 有所松动 开出了一个条件 好吧 一百亿元宝吧 那和不化解 有啥区别呢 和不同意 有啥区别呢 我都不敢跟人家 那个师兄说 准备把这个改成 直接说个不化解拉倒吧 菩萨是不可改 你必须得原汁原味的 告知人家 既然如此 就只能尊菩萨法治 原汁原味告知 幸亏这位师兄 比较心大 那也要换个人 心里边可难过死 这一百亿元宝 去哪儿凑去 那不是玩命啊 对不对 也就是这种冤丑 那是解不了他 他另外找到这个男友 就是主人公 这个女主人公 男女之间那点是呢 又发生了亲密接触 这个男友 比之前那个男友呢 更痛苦 怎么着呢 之前那个男友 是梦中受到威胁 现任男友呢 是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 吐血或者窒息 遇到这种情况 谁还敢找啊 如果是你 你怕不怕 肯定怕呀 对于这个女子来说 她没啥感觉 为啥没啥感觉 因为那个灵体不害她呀 是爱的不行不行的那种 那前生可能也是恩恩爱爱 两笑无才 夫唱夫随 哎呀那小词啊 喝 都得用上 可是现在阴阳两个 还是不能放下呀 这个灵体放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女主人公 孤独终老 不让你接触任何男子 不让你与任何男子结婚 是不是啊 痴情女子痴心汉 就是这个灵性的前身 我不知道她的性别 所以只能用这七个字来形容她 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无论是嫉妒还是仇恨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轮回的意义 但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的佛陀 我们的道主 我们的孔圣人 并没有教我们 做一个无情的人 没有吧 没有 但同时呢 也告知我们 不能做一个多情的人 在无情与多情当中 取一个中道 我们在人间 遵守人间的规则 说法道法 不坏世间法 圆容世间法 让人看着你是有情 友谊 真汉子 实际情况呢 我们又不能执着于这个情感 要从心里边知道 这是一个假象 没有一种爱 它可以长久地存在 今生 它是你的母亲 来生 可能就是你桌子上的肉 也许你今生 盘中的肉食 就是你前世的 亲朋好友 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包括爱情 我们在这个人间 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但是一定不可沉迷 当你沉迷了 你可能就堕落了 堕落在哪呢 六道轮回当中 你看故事当中 那个伊灵 她苦不苦啊 苦啊 为什么苦呢 两个字 情直 执着于 前生的情感 你执着这个情感 现实当中的女主人公 她知道吗 不知道 她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她能记得起前世吗 不能记起前世 如果那这个女主人公 选择一次 她会选择今生的男友 不会选择你 你苦不苦 苦 阴阳两格 你看到她 她看不到你 只能在苦苦的守候 你想 你一直在等待着来生 请问 来生 就一定有机缘吗 就这个灵性啊 会想 我 愿意等 哪怕追寻她到天颜 海角 哪怕等到 海枯 死了 老公 还真佩服你的恒心 真佩服你的毅力 嘿 有这么点恒心毅力 你去学佛修行做好 呵 你找成就了 是不是 可是你和她说这些 那就是对牛弹琴 她不会理解的 当一个人沉迷到其中的时候 别人劝什么都是无用功 就好像那些早恋的小孩 父母说 孩子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娶个好媳妇 嫁个好丈夫啊 现在还小 她听你的吗 不听 逆反心理 技巧 为什么呢 已经她 她已经被这个 情 说谜了 为了些甜言蜜语 说谜啊 为了情 钱不要了 父母不要了 你说让她去极乐化 她会去吗 不会呀 所以你只要是 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往这一套 你就发现 这种情况 劝化太难了 不是说永远无法劝化 这是现在机缘 不到 正因为如此 菩萨才说 没有机缘查 为什么没机缘呢 是压根查出来 也没有机缘化解 白白白的浪费口色 简路是何必去做的 无用功 是不是呢 情啊 爱啊 真是老人 纠结啊 剪不断 利害乱 以前 以前老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他发愿 往生 阿修罗道 大家不妨翻回去 听一听 两个故事 对比对比 加深下理解 这样子 心中 就会更加的明白 就更能开智慧 就更加容易呢 学会两个字 放下 你这个手这么大 如果你不放下 会是什么结果 比如说有两个苹果 你想拿那个更大的 就得把这个小的放下 你这个手 没有办法同时坚固 你想去极乐世界 就要放下这些贪嗔痴慢 爱恨情仇 放下 不代表让你出家 不代表让你变成一个无情的人 而是让你心中无有华爱 外在这个气 我们还要演 但是我们心中无前无华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诸佛菩萨应试 都是表演给我们看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表演给你看干嘛呀 启发你 教育你 让你去学习 表演的时候 有喜 有怒 有哀 有乐 但是他心中 住于空性当中 无挂 无爱 无喜 无忧 外边波澜起伏 比温呢 水平如尽 仅此而已啊 好了 马上就水点了 故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祝我们所有听故事的同修 都能天天开心 家家幸福 再给大家说声广告语 那就是送幸福 天天给您送幸福 请我锁定老宋讲故事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与您分享 小手一抖 莲花到手 多多分享 感谢阿弥陀佛 也将此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诸位善知识 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正悟成佛 人人回归 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